MING PAO TORONTO 大家好 最近很久沒有出現在我個人的頻道 就是因為我去做一個漂眉 還有紋眼線的這樣子的美化工作 美化自己 其實我覺得紋的還蠻自然的耶 大家覺得呢 看得到嗎 還蠻自然的吧 好 不管我的眉毛有沒有遺上一下 或者怎樣 不用跟我講沒有關係 我自己喜歡這樣就好了 好 那這是我第三次重錄這段影片 因為太久沒有出現在 鏡頭前面 有的時候我胡言亂語 現在講太多就很離題 OK好 Anyway 我今天呢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我們最近 經常去看一些 戲劇的表演 那我想要簡單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綜合這幾齣戲劇的表演 我推薦大家去看 然後小孩子的年齡 大家分佈幾歲去看哪些劇 會比較適合 好 首先呢 我之前帶Bonio去看巧虎嘛 那看完巧虎之後 我的巧虎觀後感 我有直接錄在那一集的影片下面 所以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點那個連結看 啊我會把那個連結放在這個影片下面 那如果你們有興趣可以去 直接去看那個巧虎的 心得分享 那再來就是那個 謝心子 謝心子我們也是付費去看的 那我是我們全家都去看了 全部四個人都去看 那所以看完以後我覺得 那個 因為謝心子他的劇呢 他是走比較溫馨 然後比較音樂劇的那樣子的型態 那對小孩子的 跟小孩子在場中的互動 頂多就是一起唱唱歌啊 這種沒有其他太過於 大型的那個道具 或者是跟小孩子互動的橋段 那對於這個部分呢 因為你知道小小孩 我伯母才三歲四個月 那弟弟也才快兩歲 所以他們這樣子說 他們比較坐不住 因為我對於謝心子 他這個音樂劇 他的期待也很高 因為我很喜歡他的音樂 他們家的CD我全部都有買 所以我就覺得說 啊去年 去年我們也有買票 可是臨時有事情 沒有辦法去 所以就 票就轉送給朋友 可是我覺得很可惜 因為聽完 他們看完回來跟我們講說 哇很棒耶 我就很期待今年的演出 那 因為他們家小孩子是很大的 就是 大家都已經上國中了吧 所以 所以就我們來講呢 我們家小孩子就是偏小了 我覺得太小了 看這種音樂劇 他們有點 可能沒有辦法吸收 謝心子他們在網路上 也有教小朋友怎麼跳那個 那個最棒就是你今年的主題曲 最棒就是你的那個 副歌的那一段的舞蹈 那我就 我就還很認真的跟在家裡 跟我的小孩子 然後播那個影片 然後真的在學那段舞蹈 我以為他會在音樂劇的時候 就是可能會大家一起站起來 然後學那段舞蹈以後跳 結果沒有 就是他們在台上跳 我就有點 有一點點失望啦 但是那是我純粹就是我個人的想法 就他沒有這個橋段 可能是我自己的期待啦 橋虎的話呢大概是三歲 兩到兩歲半以後三歲去看 他應該就可以很融入 因為他裡面會有很多 很多緊張刺激的部分啊 一開始很開心啊 然後陶老筆不見了啊 那種緊張啊 然後出現那個黑色藤蔓啊 然後小樂啊 一大堆就是這些人物 人物就會出現 然後大型的玩偶 他們都穿那個大型玩偶的服裝嘛 那個本來就很吸睛了 所以想要去看的很專注這樣子 紫風車的話呢 紫風車它是免費的 然後就是最近都有在 就是在高雄附近展演 然後之後好像會去屏東吧 那我是覺得 因為我們看了他兩場劇 上一場是上一個禮拜五 上個禮拜五七點開演 五點下了輕盆大雨 所以我們快要七點的時候才去 因為那是我第一次看紫風車 我不知道說 真的會很多人 但是因為下了那一場輕盆大雨之後 我們七點去都沒有 都沒有什麼人 然後大家就是 穿雨衣 然後再坐在那邊等 等聚開演 然後微風也很涼 然後看聚開演了 大概十分鐘以後 就完全都沒有再下雨了 然後那個風很涼快 因為剛下過雨 那風涼涼的 然後再坐在那邊看聚 都感覺真好 因為人又很少 那個感覺真的是 真的是 我覺得是可遇不可求 還好我們有決定要去 又本來有打算要放棄 因為我想說 哇下這麼大的雨 那個草地都濕濕濕的 是怎麼看啊 還好我有去看 然後呢 我們第一次去看的 那個台灣幻想曲 我覺得很棒 他的那個道具啊 還有一些就是 劇跟劇之間的串聯 都很到位餒 小孩子都看得很吸睛 我們家小的快兩歲喔 從頭做到尾都完全沒有任何想要離開的意思 就是也都沒有躁動 都完全沒有 我臨時什麼什麼完全都沒有拿出來 都不需要準備 那一開始就有那個就是 好啦我不要給他們劇破梗 但是呢 一開始就有很大型的 長眼的那個道具 小孩子就好高興的看到 連我大人 我看到那個 那個道具我就覺得 哇 怎麼會這麼這麼酷 好棒喔 然後就是覺得很棒 然後台灣 台灣幻想曲就是講高雄的故事 然後我覺得讓小孩子多多了解也很好 尤其透過這樣子的劇場去去了解也很棒 然後中間呢 他還有一些就是 螢光棒啊 然後中間串場的屋頂啊 屋頂的台詞到現在 我們家的小孩子都可以倒背無流 我就覺得很棒 台灣幻想曲很棒 但是我們這一週上個 昨天去看的那個武松打虎 他就比較偏 就是故事 真的是舞台劇的故事 在台上展演的比較多 然後 欸 我的小孩子小的呢 看到最後面 就已經有點受不了 而且人又很多 我們又坐著很後面 我也不知道他們看不看得到 然後就是 有時候 小孩子要抱高呢 又怕擋到後面了 但是請他坐低呢 又怕他看不到 反正就是會比較麻煩的 那如果說 平常天氣好 大家去看子風車的劇場呢 建議可以帶 帶一個 帶小椅子 因為你帶小椅子 你可以這樣 稍微做一點 靠中間走到一點點 一點點啦 因為他們中間走到是有 有要 有 演員要 要進出使用的 然後 嗯 可以帶那個 野餐店 我看人家都鋪野餐店 直接鋪在第一排 啊我也不知道可以鋪野餐店 所以我也沒帶 啊我就 可是因為那舞台很高 我也不知道他鋪野餐店 在前面看到 你看得到看不到 所以我就 嘖 好 反正就是如果要去看子風車 因為他是免費的 所以 可能要提早 我看可能要提早三四個小時 先去排位置 我去 我提早一個小時去 然後我看到那個椅子上已經全部貼 貼這種 像這種紙條 寫說 叉叉的 叉叉的 然後通通貼在那個椅子上面 我們就坐得很後面啊 那你 那我就想說 那我就 那下次去看 我就早一點去貼紙條 就好了 早一點去貼紙條 插插 你家的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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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好了 好 提外話 反正 我們沒有去看 我也沒有經驗嘛 那我現在就分享給大家 那大家都知道了 如果你要去看子風車的劇場呢 天氣好的話 人會很多 然後呢 記得要帶小電風扇 記得要帶扇子 然後 可以 就是先去 你可以先 提早去貼紙條 在你的椅子上面 工作人員是不會給你撕走了 除非他自己飛掉 好 大概就是這樣子 子風車很棒 很適合小小孩去看 然後再來就是 我剛剛講過謝忻子 巧虎也有錄過一段影片 跟大家分享 所以這次簡單跟大家分享一下 巧虎跟子風車的劇呢 我是覺得說 小小孩也都很適合去看 尤其是 子風車的台灣幻想曲 小小孩看 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那 巧虎更不用說 巧虎就是 大家都很喜歡 然後小孩子看到就很喜歡 所以大概 我覺得大概兩歲半就可以看 但謝忻子的呢 我覺得可能是要 稍微年紀大一點 因為他的故事 他是走比較 我覺得走比較內心 就是你要會想 會看那個劇 然後可能大一點 大概 五歲以上 上小學 去看 會比較看得懂 會比較有共鳴 然後 對於他帶的一些 就是唱歌的部分 也比較能夠跟得上 因為有時候台上唱得很快 我女兒 想唱可是跟不上 三個句都很不錯 這樣子 再來呢 我要跟大家 就是介紹一下 我們家有在聽的幾塊CD 我自己也很喜歡這幾塊CD 我自己也很喜歡這幾塊CD 從最小的開始 小時候 Baby的時候呢 我們有去看那個 袋鼠抱抱的音樂會嘛 就是 我大概幾個月 六個月 七個月 八個月吧 一歲多 欸不知道 反正就是很小 Baby抱在手上的時期呢 我們有去看那個 袋鼠抱抱的音樂會 那袋鼠抱抱的音樂會 它是全部都是用 全部都是 就是 那個 樂器 就是 樂團啊 就是用音樂 沒有任何劇 用音樂的起伏 去帶動小孩子的 一些 共鳴跟想法 那 那時候去看當然是 很混亂啊 但是 BONEO 是從頭到尾都沒有哭 沒有哭沒有鬧 只是有一點點 就是 你知道小小孩 就是有一點 坐不住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 在劇場呢 的外面就有賣他們的CD 這個是 鬥牛式 之歌 那這一塊CD呢 我跟我老哥也很喜歡 因為它裡面就是古典樂 然後很好聽 我就會教他們怎麼聽古典樂 因為我不是專家 我只是純粹用我自己的想法 就是跟他們講 比如說他聽到那種 嘰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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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嘰 我說BONEO 你聽 是什麼 你是在音樂是什麼 是小鳥嗎 好像是小鳥欸 然後聽到那個 咚咚咚咚 我說BONEO 你聽 這什麼 是不是大象 是不是大象在走路 就是用一些 就是用一些就是 好像幻想的方式 跟他們去 來一起欣賞這個古典樂 我覺得 不是他們 欸 他們有學到 我也有學到 我覺得很棒 就是一個很好親子互動的方式 那有時候在車上很無聊啊 我這樣子帶著他們聽 到後來他就 他就會自己 我再放下去他就聽到就就就就他就這樣 媽媽你聽的是什麼 媽媽媽媽這是小鳥嗎 我說對對對 是小鳥 呵呵 就是會有這樣子的連帶的反應 然後呢 再來就是這個 虛龍貓睡著了 這是我們 他們在小時候 baby的時候 我們有給他們聽的音樂 就是 你知道就是 龍貓的音樂 然後走那個水晶音樂的風格 然後就是 噔噔噔噔噔 然後聽了就想睡覺的那種 原本是希望他們可以在車上睡著 但是 並沒有 並沒有奏效 那現在是比較少聽這一塊 因為他就是比較 比較偏那種 baby 在聽的感覺 或是親音樂 背景音樂那種感覺 那現在我們家有常在聽的就是 當然就是謝忻子的啦 反正呢 我買的就是這一塊 春梯迪豆威 春梯迪豆威 噢 這首歌很好聽耶 我真的覺得很棒 主要是因為 Bono他們 比較少在講台語 那我希望他們可以 嘖 就是 稍微對台語不要陌生 因為 畢竟我們生活在台灣 台語還是要會 雖然我們家都不講 我們也不會 不過 未來出去外面 社會上就會用得到 所以我希望先用 CD的方式 讓他們先了解 就是聽得懂什麼叫台語 之類的 再來就是這個 幸福的孩子在唱歌 這一塊 如果你沒有預算買謝忻子的 CD 這一塊 很棒 一定要買 這一塊真的很棒 我覺得它裡面有很多它經典的歌曲吧 然後 小孩子聽了也都很 算是很那個 很能夠理解 然後 Bono現在是基本上 這一塊它是一定都會唱的啦 那這是今年最新的 這個 誒 還有一塊 還有一塊 它還有一塊 這是今年最新的 最棒的就是你 我覺得這一塊也很棒 就是 它裡面比較多英文歌曲 就是比較 之前都是中文歌 之前的 CD都是中文歌曲 今年 比較多英文歌曲 我看 我還有一塊呢 還有一塊 不知道放哪裡 走吧 唱歌旅行去 哇 我 那塊CD好像放到車廂 我給大家看一下 它CD封面長這個樣子 在李宗盛的旁邊 啊 我真的弄不清楚 走吧 唱歌旅行去 我也覺得很棒 那這四塊CD呢 就像我剛剛講的 如果說你真的沒有預算的話 我覺得 Baby的小小孩的 小小孩這一塊 很不錯 幸福的孩子愛唱歌 好 再來就是一些 風潮它有推的一些 就算是 Bassanova的音樂嗎 Kids Bassanova 我覺得很不錯的 這是 這兩塊是 這個 呼拉夏威夷 跟這個 聖誕 聖誕禮物來了 這是Kids Bassanova的音樂 我覺得很好聽 尤其是這一塊 我們超愛的 這一塊 因為那時候聖誕快 接近聖誕節買這兩塊的 所以我那時候就多挑了這一塊 不過這一塊真的很棒 呼拉夏威夷 它裡面的音樂很輕快很不錯 然後就覺得 很棒 然後 我行動詞很少 就只有很棒這樣子 不是啦 就真的很好聽 這一塊真的很好聽 就是很舒服 然後你一般放在 就是一般當作背景音樂在聽也很棒 那這一塊 這一塊CD呢 是那時候 Bornio剛出生的時候 然後人家送的 我那時候還沒有音樂這方面的訊息 資訊的時候 我第一個接觸到是這一塊 那Kids Bassa Kids Bassa Flip Flap 這一塊呢 真的很經典 你到處呢 你只要看到蜂巢在賣小孩子的音樂 一定是放這一塊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它可以 吸引到很多人 的耳朵 對 然後來聽 我就覺得好 這一塊真的很棒 這一塊已經是我買的第二份 第二塊了 我們家第一塊的 這一個呢 這CD被我女兒 夾成兩半 不過我又去買了一組 這一組不便宜 但是我覺得很值得 很好聽 還有這個Kids Classical 這是小耳朵小古典 這一塊裡面 後面的音樂呢 都是一些耳熟能響的音樂 那大部分都是截取 當然是截取最精華的那一段 聽 一段來演出 然後我覺得這一塊音樂很棒 有別於這個鬥牛式之歌 這一塊 小耳朵小古典 真的是很不錯 如果呢 在觀看影片的各位 是我的朋友的話 是我自己的朋友 應該是說 對應該是說 是我自己的朋友 如果你們想要試聽呢 可以來我家 可以來我家聽 這些我都覺得非常棒 非常推薦 如果說你們想試聽的話 那就 來我家玩 順便來試聽 好不好 好 那這就是今天 我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有關於 我們暑假看的機場劇 還有這些CD們 那如果說 你們有任何問題的話 也可以在留言下面問我 然後我會再回覆給大家 其實我很想跟大家多聊一點事情 但是你知道 媽媽總是很忙的 我小孩子已經就是快要崩潰了 所以我要去處理一下我的孩子 OK 就是這樣子啦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分享 拜拜